你知不知道他的心臟不好 我知道 你又帶他去飲酒 你到底想怎樣 Tommy也瘋了 他說那些鬼都不擔遮 他說你把我當成什麼 我相信 我剛剛在家交了第七集的 《尋找他媽的經國》 然後才過來 我現在也怕被他吵 因為已經遲了24個小時 我本身是不認識道太 道太即是田裡 跟道先生相處了三個星期之後 我覺得我好像很認識他 但其實又不認識他 那我又覺得很奇妙 不知道我會不會有英雄式的歡迎 說不定我幫他們上了《日本一》 有風呼聲 誰知道很冷淡 Hi Hello 我們可不可以進來 不行 那我們回去吧 很開心 終於見到你了 終於見到你了 我可不可以吵架嗎 好 好 你挺帥的 是嗎 喂 你比我想像中 我那麼胖嗎 矮 哦 這樣 你有沒有發現我好像 怎樣都有一集未交 是啊 你剪完了嗎 我怕那集交了 他不肯接受我的訪問 你有沒有發覺我很爽快地 配合你的訪問 上來吧 我也想見一下你的真身 聽到嘉芬追你的影片 追到 什麼 你好像沒有告訴嘉芬 你回到香港 是嗎 對 你一直扮自己在英國 等到那件事有時差 其實我也覺得很拼搏 這次找你幫我們拍 杜生也有點不安 究竟他們拍什麼 他們好像不知道什麼事 後幾天是 即是直接想打散我 你老闆 廢得這樣 英文都把蟹過來 遮也沒有 他叔叔在那裡打穴 不是 這個真的 這樣下穴 他還說 他都瘋了 他說那些鬼都不擔遮 他說你當我是什麼 我信 我們很想真實 嘗試激他一次 究竟怎樣才能令到 你知不知道他的心臟不是 我知道 所以我們 他叫他去喝酒 我就是想回來澄清 他不能喝酒 他人生喝酒的口袋已經結束了 你知不知道他什麼時候跟我說 最後一個拍攝日 他跟我說 其實你知不知道我是戒酒的 醫生說我不可以喝酒 啤酒他一天可以喝一罐 然後我們好像這樣 一群人是 說真的嗎 你怎麼會戒酒 你有戒過的嗎 有 我來之前 我覺得我們少了一部分 你祝福我有什麼不能做的 現在想補回吧 拍完了 都應該滿意 很滿意 在做傳統電視的人 都跟我說 他們真的拍得好 因為你們平時拍的都是短片 嘉嘉酒 什麼叫嘉嘉酒 蛤 神經病 哈哈哈哈 原來不是嘉嘉酒 是呀 誰知道原來不是 那時候拍 《樂器環秋》 有整個張惠寧 有智慧 有智慧 觀眾不知道他們說什麼 我看見這個肥仔 傻傻傻傻 有多好心 最主要是因為 我覺得你們是好人 好 好 先去廁所 你自己周圍 周圍走可以 盡量不要 好 坐下 你的位置 盡量不要 坐在這裡就可以了 不要動 好 杜先生說會給我一些外油面 就說 買不到 我寄給你 寄到現在還沒寄到 我決定自己去拿 外油面放在哪裏 實在是拿不到 他應該有散包裝 阿嬤 你今天拍攝的薪金是在這裡 對 你分三包給我 你剛剛開始拍 西飛 你有這個 三級辣 有肉桂 你幹什麼 幹什麼抄些配方 我害怕 有 你害怕我嗎 我不害怕 真的嗎 真的不害怕 少少都沒有 有 喂 杜文澤都說過這個問題 第一天跟我說 你害怕我嗎 我真的不害怕你 為什麼你這麼害怕黃秋生呢 我只怕黃秋生 對呀 你們很害怕黃秋生 他真的很恐怖 蛤 你覺得他是人肉叉燒包 不是呀 找到筷子插 我也有跟蔡玉玲說 喂 很糟糕的 你現在叫我教他演戲 說我的劇本不好 我真的說不出口 我看到他看著我的樣子 我就很害怕 那你們有一點害怕我是害怕什麼 那你們一定有些氣場的 不得不承認 背份有分別嗎 這件事真的很奇怪 我又想不到你們對背份是這麼… 這個是動物的天性 那些猴子都沒有人教他的 但是那個大隻的小隻的 都要走開給牠吃鮮的道理 我覺得這件事很浪費時間 你知道嗎 做的可能會接觸很多… 年輕一點的 是吧 你覺得我是年輕一點 還是年輕很多 例如看到你們玩的東西 玩得很開心 不如一起玩吧 但是就是因為這種前輩後輩的感覺 而令到我一直都要想盡辦法 怎樣可以大家一起去用人 但其實我覺得不是前後輩的問題 而是可能我會有我的經驗 而其實你們有很多事我都不懂 混在一起去做一件事 我覺得是一件很好的事 一下子轉做老闆 還是你有學過什麼還是怎樣的呢 我現在更加覺得 其實沒什麼需要學的 是逼出來的 也沒有一個方程式讓你去學 對於不直來說 杜先生說你是演員打不了你 控制不直的能力 杜太太 控制不直真是很厲害的 哈哈哈哈 你真的要在那裡學習啊 你是不是上一間學習啊 我也學到的了 哈哈哈哈 聽說你很節省的 是啊 我很節省的 我所有事情都盡量不花錢開始 哈哈哈哈 我這樣說會不會 我會有給別人幫我拍攝的 哈哈哈哈哈哈 但是每一個預算 我都是想盡量不花錢開始經歷 這個是不是人人都有的潛質 是很適合去做監製和CFO啊 我會有什麼難度呢 當你要去轉換一個身份 你去做一個幕後 或者你去做一個監製 類似管理的東西的時候 不再是個人嘛 要學習你為什麼要說這句話 你為什麼要跟他去說這句話 就是你想他做到某一件事 達成某一個目的 但是我以前做演員不是這樣的嘛 全部是感覺出發的嘛 這件事要轉 你覺得是享受還是不享受的呢 我最初覺得很辛苦 壓力很大 說真的 以前做演員 衰是衰自己而已 但是現在我會覺得 可能我會衰弱 全部人都會衰弱 那你就會有這種壓力 但是後來過一段時間之後 我又挺享受的 我又不用每天化妝 然後我又有時間睡 這個轉變的過程 就是這年多而已 其實已經適應了 是的 兩年 我現在真的挺享受 反而如果我再勤力一點 我覺得可以做多一點 我很想寫劇本 我很想做導演 就是我很想做多一點 關於創作的東西 我覺得很有趣 昨天我才問Gavin 我說Tommy怎麼樣 給了錢他沒有 還沒有 然後Gavin告訴我 他說 因為你一直不出單給我們 你還好說 影片還沒剪完 單又不給我 我想付錢 我也不知道我給誰 你快點給一張單 我也要出票給你 我下個月會給的 下個月? 你真的不等錢洗嗎? 等我等的 你不等錢洗嗎? 我等的 尋找Tamara的英國2 有一集我很喜歡 就是第八集 第八集 我找了一對情侶 拍拖 在外國 如何靠著大家 我就不斷問你們兩個的關係 其實說了他求婚的經過給我聽 他求了很多次婚 其實之前我一直跟他拍拖 拍了應該是五年左右 在五年裡面 他是不停跟我求婚的 但不正式的 即是那些結婚 很隨便的說 我之前其實他有過一段婚姻 離婚的時候很小 他經常唸口网的說結婚 我記得我曾經跟他說 你都挺喜歡結婚的 你真的這麼說? 是呀 你結婚了 幹嘛? 其實我當時是開玩笑 後來是南亞海嘯 我記得當時我出了街 他突然打給我 他說 喂 我現在回去收拾了代行李 我現在走了 我說你走去哪裡? 他說我走去斯里蘭卡鎮災 他真的走了 沒有見到 因為那個災情的問題 完全聯絡不了 但是那時候有很多新聞 說余鎮之類的 他很擔心 你會回覆很多之前跟他相處的事情 他跟我說過的事情 然後他就不停地叫我嫁給他 但我又沒有坐在他 如果他不回來 我最後悔的就是我沒有嫁給他 我當時就覺得 不如結婚吧 當時我心裡這樣想 我不知道他是怎樣想的 誰知道他回來 我又去馬來西亞 他就擺了戒指在我的行李 我去到馬來西亞 撿一些東西出來時就看到 就這樣求婚 你們最近是一個在台灣 一個在香港 比較長一點 也不算很長 會飛來飛去的 飛來飛去 很近的 突發地 他們周星馳那樣一開門 喂 我離開了 開不開心 驚不驚喜 我反而覺得 一起生活了這麼多年 我們17年 即是結婚了 有很多事情其實 坦白說都很熟 在生活上也沒有特別 很多驚喜或火花 有時候儘量都覺得 不如少點見 自己兩個在家 沒有什麼話說的 但當你們兩個在一搭 兩不同的地方 我們每天急 Facetime幾個小時 有時候我覺得 其實真的太長 不如給我一點時間做事 他不肯停 大家都其實不想停 一直開著幾個小時 其實這件事很浪漫 很多事情說 不知道為什麼 你今天怎樣 平時在香港以前一起住 你怎麼會說你今天怎樣 你覺得是 是否能行動 如果在你身上是能行動 我們兩個很熟 一段十多年夫妻的關係 反而好像有點新鮮 但如果你說 剛才拍拖或其他事情 我就真的 你變得 就是每一個的情況不同 我覺得反而 不要說他能行動 而是 如果在一個長期間 應該是 大家都要體諒大家的情況 我覺得一個人 去一個陌生的地方 他重新去建立 或者去適應那個地方 絕對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也是需要很有勇氣的 那個不是他出身的地方 他又沒有任何connection 我覺得這件事 在香港的要體諒 但是其實你留在香港 你也是有你的勇氣的 又是有很多不同的壓力 有很多事情需要去承受 其實這樣大家心情都不好的 只是看著自己心情不好的時候 你會覺得別人不體諒你的時候 你就會發脾氣 但其實當你很了解 其實大家都心情不好的 就不如放鬆一點 大家互相體諒一下 大家互相安慰一下 大家要問候一下 其實那種愛和溫暖 是大家都很需要的 Long Dee如何令對方相信 或者如何相信對方 他去了那裡 可能他就不會跟我一起了 找到別人了 到他真的找到別人才算 真的嗎 你想也沒用的 這些就是無謂的事情 覺得會發生 以為會發生 但又未發生 不停想 沒什麼利益 就是對自己也 那就不要想了 不要說溫不溫一點 其實做人也應該是這樣 不是 我看到你不停拍那些 那樣的 為何這麼無咎尿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呀 很難拍攝的 杜太 有了 出來了這張照片 說真的 你有什麼是沒有的 你連問責都有了 所以我唯有只能夠送這張照片給你 你送給我的嗎 是啊 我以為你會給你留念 不會 放在這裡 有空 如果有些錢想花 又不知道要去哪裡 就想起這個人 你覺得我想要一張和你的合照嗎 嗯 我不想你想什麼 同輩嘛 同輩 對 同輩 對 同輩 走了 收工 你走吧 拜拜 喂 你拿什麼 他的背包是否還沒拿 銀包在裡面是嗎 你做什麼 你也做什麼 你也做什麼 我一直不知道他們有多甜蜜 直到我和杜先生拍攝的時候 我就覺得他們很甜蜜 無犯夫婦的定義 在我的角度 就是他們願意一起生活和一起走 雖然未必一起生活 但需要對方的陪伴 兩個合起來 差不多接近一百歲 說幾個小時的電話 我們值得反思我們的關係 究竟是否一樣是這麼甜蜜 甜蜜可能就是 願意將自己的生活 分享給對方 就是叫做甜蜜 那你現在甜蜜不甜蜜 我願意將鵝油麵拿回去給他們吃 一連七十的回來再說 暫告一段落 非常感謝那麼多位嘉賓 願意跟我一起聊天 當中有意思 有搞笑 也都可能有些不開心的回憶 怎樣都好 前路都一定要繼續走 這個節目我希望身體力行地告訴 這麼多位在看的朋友 Date Week 其實限制不到我們的距離 在大時代入面 現在我們的處境 可能令我們更加珍惜 我們可以相聚的時間 如果大家喜歡香港的製作組 繼續為大家製作不同的香港節目 記得COS 以及按下鐘仔 下一季 回來再說